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7日 星期三 香港現在在跑馬 我們當然也太久沒有賭馬也不會賭啦 不要緊 想跟大家說一個問題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不懂賭馬就不要賭 明知輸的不要賭 經常都不中的 當然是不要賭 但是 有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他有得贏 你會覺得他很好 所以你會整家搬進去 這個就是吳尊 這個地方叫上海 上海 在3月28日封城 吳尊很幸運 他在3月21日舉家搬去上海 當時他就出了一個post 有23箱行李總共450公斤 全部都搬去上海 就說 事的我們搬來了 新的生活 新的夢想 新的體驗 期待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 上海28日開始封城 近期 他就沒有再鋪過新生活的照片 不過 被網友拍到他 去帶子女去做核酸檢查 很親切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不專意的現象 這個其實是反映東南亞很多人 或者海外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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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完全對中國是一個誤解 他們以為中國是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所以他們 很親切 很想去接著這個祖國 其實跟50年代 很多歸國華僑一樣 結果大部分都是死在大陸 有很多美國的博士 英國 外國回流的全部都是頂級學府回來的博士教授 醫生 匯計師 工程師 匯計師反而是10歲 主要是工程師 科學家 文人密克 甚至乎有老闆 有些企業家 受了 中共的鬼話感召 被人騙了回到大陸 結果大部分鬥死了 沒有一個不用死的 香港也有個乒乓球冠軍 容國團 我們要說一下吳尊 他也是代表一大堆 這些藝人 或者相對 很單純的海外華人 這次 正正式式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我們跟大家詳細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告給頻道 月費贊助 好了 關於月費贊助 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經歷了兩年 大家都知道經濟環境很惡劣 我們也明白 我想不會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現在生活很好 賺錢越賺越多 生活也很理想 賣股票又贏 賭買又中 會不會呢 通常都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 以這個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就用這個免費模式支持 這樣你也不用付出金錢 我們 也可以賺出廣告費 因為人多就好辦事 多人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看 我們的收入就會提高 這件事 就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不用大家付錢 因為我們實在不願意收到大家的錢 如果我們是真的為了賺錢 就當年就不放棄大陸的生意了 那裏也不見了一千多萬 現在怎麼只得到一千多萬呢 好了 繼續跟大家分析一下 除了吳尊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型男 吳彥祖也是姓吳 姓吳特別愛國 還是吳愛國呢 特別愛國 他們為甚麼會愛國呢 就是因為他們對於中國的 誤解 他們以為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 有中國的血統 現在中國是強大的 一個強大的正常國家 我沒理由不愛的 結果就錯了 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來的 他不專放棄了他的子女在澳洲讀書 整家移民了他 當時已經有人批評他為你 拿你的子女來做這個投名狀 我覺得 這個說法 是錯的 當然這個說法的人 是黃丹 黃丹就批評這個吳尊 說他帶子女去交投名狀 不需要的 吳尊大把錢 他是富二代 他老爸已經很有錢在文萊 你想想 華人在文萊 可以做什麼呢 他是做地產商 已經是很有錢的 富二代來的 根本就不受錢 他的目的 他真真正勝 是被中國文化騙了回去的 他以為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最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來的 裏面 只有共產黨單方面 可以發放信息給你 中國是一個大監獄 中國是一個動物園 甚至乎動物園已經是太過比面了 中國 是一個大的農莊 而農莊的主人只有一個 其他的全部都是奴隸 嚴格來說 就是一個奴隸主加9600萬個奴隸 但是這些奴隸 是享有比其他 其他動物更加高的權利 其他的人 人民 只是 裡面的生口 沒錯 你沒有聽錯 是生口 即是說 一個奴隸主控制著9600萬個奴隸 另外就圈仰著12億的生口 這些生口 任何時候都可以再講 吳尊完全不了解中華文化 因為 你們為甚麼 會親共 原因就是在當地被歧視 現在親中國 因為中國強大 所以你們要親中國 覺得中國可以保護你們 為甚麼你們要受歧視 在馬來西亞 在印尼 在菲律賓 為甚麼中國人要受歧視 因為在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中共向這些地方輸出革命 有印尼共產黨 有馬拉共產黨 他們 就在當地搞滲透 想奪權 最後就被當地的政府消滅了 馬共 就被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起共同的對抗 他們的人很慘 他們的華人當然順便被人歧視了 因為每一個華人都有 潛在的馬共的嫌疑 而你 你是華人 你就有機會幫共產黨 我們就要排斥你了 所以 在印尼的排華 在馬拉的排華 是很殘酷的 好了 他們不了解的真相 所以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始作勇者 使得全世界歧視你們的就是 共產黨 結果他們 很親共 因為現在中國他們覺得富有起來 有錢 有一個強大的政府 我們不用再被人歧視了 始作勇者 是他們使得你們被人歧視的 大量的印尼華僑 當年要逃亡 為甚麼呢 因為當時的蘇家洛 跟中共的關係很好 然後 蘇哈圖上台之後 就大肆屠殺華人 因為覺得你們都是共產黨 你們都是跟蘇家洛同一路的 你們都是要死 所以印尼排華很殘酷 血腥殘酷 當然馬拉也是血腥殘酷 我們看到在海外的 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 零射親共 因為他們真的被中共的假面具騙了 他們以為 回到大陸就會好日子過 上海 是不是 袁爸爸有些親戚朋友 經常單單單單給他們聽 因為他們覺得上海值得死 因為就是他們的朋友親戚 也是這種人 上海怎麼這麼好 你們都傻的 是不是 上海要甚麼有甚麼 現在 想開飯也不行 當然了 吳豬那麼有錢 他絕對吃得起三萬元一斤的牛肉 一萬元一斤的豬肉 吃得起的 沒甚麼問題 錢而已 是不是 你肯給 一定有人供應給你的 不會有問題的 供應一定不會的 你要甚麼也有甚麼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自由就受到限制了 無論你多有錢 你也不可以到處去 一個人 再有錢 坐在監獄裏面 有甚麼意思呢 自由 最寶貴呀 一回到大陸 遇到封城 趕上尾班車 我們認為 吳豬是真真正正正做到新教 他兩個子女 會恨他一生 天堂有路 你不帶我們去 特意帶我們去地獄 還是第19層的地獄 是比其他18層更加殘酷 是18層加上的精華 好像在合客行裏面 那首詩最後那句 白手太原驚 最厲害那個了 你甚麼都給你感受了 一對子女很可憐 不過幸好 這次 中共未必即時爆煲 如果他 過一兩個月上海解封他走的話 他肯走的話 帶兩個子女離開 或者整家離開上海的話 他可能會救回兩個子女一條命 否則 將來 走不了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的大陸隨時有機會封關 封鎖國門 不讓你人再走的 然後 你們在海外 是不是間諜 是不是來滲透 這些東西 當年的華僑 你們的先輩 印尼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越南 很多華僑回到中國 都被人扣上特務的帽子 你們是不是來做特務啊 有澳洲不去 中國 你們還未必有用心 當然 吳磚應該是出於對中國的誤會無知 他老爸 當然也是 有錢的人越有錢越無危機感 當你富有得太久 覺得這個世界美好的事物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你有錢 你不知道民間疾苦 你不知道中共 是多麼可怕 你不知道中國人 尤其是沒有錢 是甚麼都做得出 當然啊 現在暫時不會有事的 好像李立群 是有名氣的人 在大陸暫時不會受到甚麼 暫時不會受到甚麼不良对待的 不過 你見吳磚已經不周post 已經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不知道他後悔 還是被子女埋怨呢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麼多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一下海外華人的問題 其實吳彥祖也是 吳彥祖也是很親共的 他完全對中國完全不了解 當他知道中國有三年特大饑荒的時候 當他知道中國 是把自己的子女不捨得成 跟隔壁屋交換的時候 交換來成 你就會恰恰恰了解中華文化 究竟是甚麼呢 現在 太無知了這班人 你以為你愛國嗎 你愛國那個不是國來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麼多